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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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出現傷口的話,男生選手他嘴巴已經破了 之前訓練的時候沒跑 他平時訓練強度應該蠻大的 我們解說過很多比賽 有些教練太認真了 在上場前把選手給弄傷了 就容易不小心就用不過度 對 本場比賽紅方來自哈爾濱龍雲格鬥 有請走 欲來 所以我們再強調一下 就是要穿長褲來打武林農中隊的MMA比賽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那個裁判應該會叫你PO掉了 對,剛才蔡老師提到裁判 武林農中隊執裁的是中國首次企業裁判的團隊 世界著名賽事UFC裁判團隊繼續合作 而且我們能看到 我們今天比賽有兩位UFC的裁判來直裁比賽 主要機裁判與中國裁判連合現場集裁 將為人民朋友們成為公平公正公開的 不限制獨鬥比賽 對的,所以講到那些會滑的 造成對方無法做一些索氣的一些滑的東西 滑的油啊、滑的褲子啊 或是損害對方做索氣的一些褲心、褲腳踝等等 都不能穿戴 這才是正規的 剛才蔡老師提到安迪斯瓦 安迪斯瓦在打那種戰力格鬥 比如說修邦比修伯 以及日本的其他一些中央格鬥比賽 他後來已經不能說 你現在看到的這一場雨量級定級賽 雙方積分都是500分 本場比賽藍方來自俄羅斯 26歲1米77身高66公斤 目前積分500分 戰績一戰一勝 阿赫莫多夫 本場比賽紅方來自哈爾濱龍雲格鬥 目前積分500分 年齡31歲1米72身高66公斤級 走! 玉磊 場上插隊員格雷格武林龍中隊 龍中開戰 好所以今天有兩位場上的裁判 一個是格雷格 一個是廠下的Steve 他們兩個合作無間 把國際上最公正最嚴格的標準 給帶到武林龍中隊裡面來了 因為格雷格斯蒂夫 就是直柴世界最高水準的總格賽事 以外七 相應來說 他也會把這個高水準的直柴水準 帶給各位武林龍中隊的現場 以及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好在比賽即將開始之前 我先幫各位介紹一下藍方的選手 藍方選手來自俄羅斯 然後他打過三打 人可以腿一斑 他在俄國他打過這個MMA的比賽 好所以今天有兩位場上的裁判 一個是格雷格 一個場下的Steve 他們兩個合作無間 把國際上最公正最嚴格的標準 給帶到武林龍中隊裡面來了 因為格雷格斯蒂夫 就是直柴世界最高水準的總格賽事 比外七 相應來說 他也會把這個高水準的直柴水準 帶給各位武林龍中隊的現場 以及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好在比賽即將開始之前 我先幫各位介紹一下藍方的選手 藍方選手來自俄羅斯 然後他打過三打 人可以腿一斑 他在俄國他打過這個MMA的比賽 MMA比賽是不帶拳套也不綁手綁帶的 直接上來爆雙腿摔 對 因為他非常的兇狠 我問他說你打這個拳賽是黑拳嗎 他就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回覆了 其實他打過黑拳 所以這個合法的MMA 對他來說壓力很小 他覺得他可以駕驚就熟 對 也就是說那種 像以前那個金波 對 野拳揭拳 也就是說 渣烏他在俄羅斯打的那種 沒有殘袋 沒有拳套的這種 對 拳套 就是純粹的刺手空拳 而且你說他的柔術技巧也很好 他的ADCC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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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壓力 對 他應該可以變一下裸腳 看他會不會變裸腳 已經搶到背後 有機會 啊 還是非常的兇險 紮烏的雙腿變成身體三角褲了 已經 而且他這個身體三角褲是可以擠壓對方 又把周玉雷給拉過去 對 因為身體三條鎖鎖住之後 能要轉身不容易轉 對 轉過來 是的 因為他會把你身體擠壓 控制得非常牢靠 對 大家看那個渣烏 他把自己的左腳的腳背 是勾著對方同車的吸窩了 是的 非常細膩的動作 對方那條腿就被廢掉 很難做 往反方向的逃脫旋轉動作 那上次啊 這個我們在龍東隊的朋友看過 呃 江龍雲的他的一個弟子啊 把上跪的右手就這樣往後一搬 就做這個鎖技啊 就成功了 對 上至髮腳 對啊 那個太誇張了 那是個非常少見 可 我是第一次見 一般我們肩膀的一個活動性很大 是的 想說一個舉手動作就裸腳了 哦 就這樣做裸腳 對啊 要小心 要小心了 有可能要成型了 糟糕糕 糟糕了 還拉掉了 可是他對方還有很多機會的 對 拿了對方扣背 要控制對方的話 腳一定不能交叉 第一腳交叉了 容易被對方反作 針對腳踝關節的反關節技 第二 你腳交叉了 沒法控制對方兩條腿 好 現在回到這個安全的位置 這個是最好的一個位置 對 這個身體三角骨的位置 而且這個位置會讓 背控制的選手很難受 因為 對方會做類似三角角的動作 提壓你的很多膜 讓你的呼吸非常受限 是的 我們有聽過啊 這個往肋骨一勒啊 肋骨就裂掉了 或是斷掉了 對 然後這時候選手其實看不到下位在幹嘛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有經驗呢 他會去偷看這個旁邊的螢幕 大屏幕 看我下面選手到底在幹嘛 對 所以選手要冷靜一點 還有腳了 又腳了 好像要成功了 已經切進去了 已經切進去 但是呢 是孤住的是下巴 不是頭脈好像 這個角度我們就不知道 又鬆開了 其實 就算你孤住這個 勒住下巴 其實在第二天你的下巴是會非常的酸 因為那個力量非常的大 吃東西喝水都會受到影響 太可惜了 竟然在這個位子掙扎那麼久 竟然都沒有成功 這個藍方 看得出來那個 周一磊的防守還是挺不錯的 對 那藍方這個ADCC的冠軍 我也有點懷疑啊 部署了那麼久沒有成功 你覺得他雖然沒有降服 但是控制還不錯 控制不錯 對 控制不錯 好 經過至少兩分鐘啊 但是藍方選手 在這個位子沒有拿下來 相當的可惜 那我們希望 我們終於逃過一截之後 在下一個回合 一定要能夠發揮 好 第一回合時間到了 好 好 好 第一回合時間到了 第一回合時間到了 好 第一回合時間到了 現在就有雙方的團隊啊 在對他們做一些戰術上的一些指導 好 好了 接下來這會開打了 同樣是五分鐘時間 有來自俄羅斯的選手 阿赫莫托夫 扎烏對戰 來自哈賓龍雲戰隊的周宇雷 頂到龍邊了 對 周宇雷啊 他力量非常的大 過去啊他抗摔成功的一個機率非常的高 但是今天遇到這個我們藍方啊 是ADCC的冠軍啊 所以第一回合吃了一點虧 然後我們這個紅方其實他體力非常的好 通常他打完比賽三回合啊 還可以做後攻翻 看出來平時他訓練對體能要求是非常高的 對力量夠體能也夠 現在就差一個技術了 看能不能跟對方來拼 好了現在那個炸烏搶了雙夜下的優勢把位 可以把對方頂到龍邊頂到龍邊 自己也可以從龍邊逃出來 因為你如果不搶夜下的話 是沒法控制對方 特別是對方的上半身的 對的 周宇雷也搶到一個腋下了 哎 要抱摔對方 結果哎呀 防住了自己差點 對 好危險 周宇雷呢 剛才這個TED DOWN的嘗試 其實條件不太夠啊 有點勉強 對 距離對方的腿太遠 對啊 所以他做一個類似柔道的那種小歪一勾腿摔的時候 對方可以輕鬆的逃出去 如果他距離近一點做那個動作 對 你看要做類似柔道的這種大內衣的摔法 去勾腿摔對方 也被對方防住了 因為對方還還搶到你的腋下 你這樣不太好做 再西撞 再組合拳 好 藍幫選手不想跟他在龍邊糾纏了 好 回到中間來 不錯 周宇雷 防掉對方的爆摔 對方還是把周宇雷給摔倒了 到地面了 因為對方向前推還帶一個向左彎的兩個力量 對 他既向前推也向左旋轉 對 兩個力量加在一塊的話就非常難以防禦 而且現在拿到了相對優勢的位置 對 周宇雷要在對方的半防守裡面做Kimura 也就是牧村鎖的動作的話 沒那麼容易 因為周宇雷如果是雙腿全防守 也就是用雙腿固著對方腰做Kimura 牧村鎖會輕鬆一點 現在是半防守 雙腿控制對方一條腿 就沒有雙腿控制對方整個腰部那麼輕鬆 那我們那個藍方選手剛剛用肩膀稍微頂到了我們的 紅方選手的咽喉 其實我們有看過 用手臂頂到咽喉就把對方腳暈了 那個是技術跟力量差非常多才會遇到的一個狀況 對的那樣的動作 相當於是側壓的時候用自己的肩關節 相當於是肩膀三頭肌那位的去擠壓對方頸頭脈 造成窒息降伏暈倒的效果 那個在做盾頭台的時候非常好用 好現在已經騎到了一個比較危險的位置 差一點兒還是沒有沒有沒有調節 差一點兒被拿後背 對方搶得非常的快 再度回到了又一個三角鎖要鎖住了 用身體三角鋪鋪著周一磊的那個腰部 而且你看他左腳腳踝拼命進去勾進去 好又放掉變成奇蹭 變成奇蹭了 扎伏在上位奇蹭周一磊 所以有時候注意一下 因為我剛剛看那個周一磊的他的手的動作有點像在拍啊 看到是不是降伏了嚇一跳 不要亂拍啊 對 看出來對方的柔術地面控制技術很不錯 大家看看 剛才扎伏是想用左腿去扣著周一磊防守的同側的手 真的是無計可施啊 對方一直躲在我的背後怎麼辦呢 停 對 現在時間到了 那像剛剛這幾個回合都是在地面上的纏鬥 所以我說打分的標準會以地面上的表現來看 那整個地面的表現呢 就是以藍方選手他的控制性是比較強的 雖然沒有什麼有效的打擊 基本上setdown跟控制都是在他那邊的 在那邊的標準會寫 在那邊的中間 就是不讓你做的 小時刻你也做的 reasons it's aboutAhong Akong 对的 那打分跟这个过去自由搏击 差不多的就是10比9这样子来打 因为是减分制 每一个回合的胜者得10分 败者得9分甚至更少 然后在前几个回合 对方用了很多身体的三条锁 我不知道在这回合 江龙瑜有没有赶快教这个他的徒弟 怎么开啊 应急啊 赶快开一下对方的锁 好了 爆摔 但周玉蕾下压弹腿防爆摔的速度也很快 直接防掉了对方那个爆摔 对方吸状 把周玉蕾顶到龙边 一步步顶到龙边 双方各抢了对方一个腋下 周玉蕾左手钻鸡鸡要抢双腋下 哎呀好 抢到了双手已经搭扣搭上了 现在他可以比较轻松了 我以为他从龙边出来 结果他直接是小外衣 勾腿摔对方 右脸要做一个舍身的摔法 但是呢 又没有成功 只是拿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 然后另外在这样的位置啊 在抢腋下 有时候不一定有用 因为对方太强壮了 有时候我们会抢下巴 下巴往上一拉 往旁边一拉 他头都歪掉了 做一些反关节的技巧 对的 因为对方如果力量大的话 你抢了腋下的话 他用力量 不一定有用 再加一点点体重的话 你会觉得非常吃力 但是你勾着对方下巴的话 基本上就 要扶了 而且控制了对方胆腿摔 在今天还没有看到 就是蓝方选手 有展现比较好的摔法 其实在过去 他的摔法是不错的 今天都没有用 好 现在看战力 有没有什么表现了 好 两拳 哎 有有有 开始尝到甜头了 可是呢 爆摔 下压弹腿防爆摔 但是还是被对方给拉起来了 他用一只腿 怎么保持平衡来防爆摔 还不错 周一蕾没那么被动了 已经抢了对方 一边越下了 非常好 两个西座 然后撞不到对方的肚子 其实撞他的大腿也是可以的 再来 哎 再拳 周一蕾应该找回点信心啊 跟对方玩战力吧 哎 对方也行啊 而且这时候要打下钩拳 上钩拳 奥巴卡 上钩拳 好了 现在扎屋把周一蕾顶到龙边 要抱双腿摔 周一蕾是膝盖外侧紧贴龙边 好 现在双方抢把位 好 哎 走到七星了 周一蕾加油 对 周一蕾 蹭蹭追击 对方爆摔 周一蕾下腰弹腿防爆摔 躲掉 再来 对 让他跟你玩战力 周一蕾还是把对手扎屋 顶到龙边 再来几个西座家走法吧 西座环走机 哎呀 难判了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参观员28比29 二号参观员28比29 三号参观员28比29 比赛结果 南方胜 恭喜南方 南方阿康莫多夫 扎屋获胜 有请吴立新先生 为战舞颁奖 其实我主要也是摔柔行 但是没泡脑的 你的强项是摔 但是对手又不太容易摔 那为什么不考虑改变战术 不摔了 偶尔我试探了几次战力 但是他不给我这个机会 只要打战力他就摔我 然后有些好多动作 试探不出来